大家晚上好 小兵在这里跟大家报告 我买到了台湾的 肝 很漂亮的台湾的肝12粒 可以当成很好的送礼礼物 大家看到了吗 像一盒12粒 才8块多钱新加坡钱 这是 新加坡这种 进货的从台湾运来的 漂漂亮亮包装的非常的精美 在NTOC的 那些超市场里面非常 抢手 所以大家 如果 你们要支持台湾 支持高雄的话 记得买这个肝你看这么漂亮的一粒肝 我都不舍得吃但是这一盒是买来吃的 接下来 过年要到的时候再买 但是我也是担心有点 七上八下不懂会不会 等一下到时没有货 那我的直播是还是在这个露台 我在这个露台的直播是还好 只是晚上 你懂灯光的问题还在处理 但是呢 今天呢我们 这里不谈韩国瑜 当然 刚才我是还是替韩国瑜市长 从高雄 推销来的台湾 干 做一个宣传 也希望新加坡的 同胞们 能够买台湾的肝 看起来 这里我等一下会去吃好不好吃 今天的直播有点特别 我做两个直播 所以每一个直播大概三十五分钟 先跟新加坡的朋友 打交道 大家 我们来谈新加坡 最近 的一些 政治的发展 哇 讲政治的发展 非常紧张 很敏感 自从我直播以来 我有一些老同学老朋友 他们知道我直播都叫我 小心 不要乱讲话 很奇怪 在新加坡 每个人不敢 写 被捉 被控告 诽谤 讲就更糟糕了 那怎么办呢 那以后 真的有发生事情就求求你们 冤权给我了 让我打官司 哎 去去去去 不需要这种事情发生 那唯一最好的方法 我觉得啦 不要去讲 穿白衣的啦 不要讲太多白衣的事 没兴趣听 人家也不想听 我们要谈一些新鲜的 今天我已经预告大家 我要谈 陈青木 陈青木先生 其实陈青木先生曾经也是穿白衣的 但是 他在一般的 民众当中的心目中 首先他是一个好医生 他 行医 几十年 最近要放下这个 整 整厅 整厅器 你以为他要放下整厅器就是要退休吗 不 他跟大家讲 他要从政 他说行医 是他的兴趣 是他的爱好 从政 是他的感召 所谓从政感召就是他的呼召了 我们说 calling calling to serve the member of the nation 他要 为人民服务 今天特别要讲陈青木呢 第一样让我感动的是 这一个 代议是 曾经 在国会 是几届的 代表人民行动党 在 选区里面 打胜仗 而且 他 选区里面打胜仗的那个 巴仙率是 70% 80% 可见这个人真的是受到 选民的 支持和爱好 他真的服务 人民 过去代表人民行动党 现在他已经 没有代表人民行动党 他也 应该是退党 因为他曾经代表新加坡 就是代表自己 选举总统选举 那一次的总统选举 我得到的资料是非常让人家 惊讶 那一次的选举 在 227万的选民当中呢 有四个 姓陈的 成为候选人 这个是 这也是历史上非常 头一次也看 将来也是很难 再有发生的 四个姓陈的候选人当中呢 在2011年的 8月27号 当开票的时候 开到半夜12点半的时候呢 原来 陈清部的选票 当时是33 点5 35 点4 吧 他是35 4 很厉害 而他的 对手后来 执政的 陈清延 这个博士呢 当时是33.1 35点是减掉33.1 陈清部是赢 2点多巴仙 12点半的时候 半夜的时候 那陈卢斯是25.1 另外一个 陈清亮是 4.7 巴仙那个是 没有机会了 那25.1的也应该是没有 机会因为在台湾的选举当中呢 在3巴仙的负差里面呢 是 正负3巴仙里面呢 是非常有看头的 那后来他落选 他就落选 但是 如果你想 当时只有两个人竞选的话 他的机会更大 那2011年选不到总统 如今 陈清延博士也已经卸下了总统 就换了哈利马 因为我们的政府觉得 要让给少数民族 只可惜 我只可以说 只可惜陈清木不是马来人 不是少数民族 就不可以继续的选 其实他 当时选总统的时候已经是70多岁 70岁 71岁 现在今天已经是79岁的人 照理说这样的一个人你会觉得是他应该要退休了 他放下他的行医的听筒他应该退休 但是他却告诉人他要重振 哇这个就厉害了 这个也就精彩了 他要重振的话 他就 以一个 79岁的高龄 重振 当然 在 现今的政治的氛围当中 78 79岁重振 是很年轻的 因为我们的邻国马哈迪 总理 他以 91岁的高龄 多得政权 翻天 所以现在70多岁是 跟一个90多岁的一个政治人物来比呢 他是小弟弟 那陈 清木 先生 你看他 体力还是很好 他最喜欢的就是优克利利 所以 他是属于 如果我们讲白了 他是属于那种 受英文教育 基本上 他华语是不流利的 所以 如果他要打 选战的话 他必须 他单枪匹马 匹马是很难的 因为他很难 很难吸引到可能基层 在 听众方面在communication 在沟通方面是会有困难的 在群众大会的时候 那我们就发现他可能出现在一些 在野党的那些 其他的在野党当中 曾经看到 陈清木出现 我心里那时 也心里想 哎呀他大概是参加 其中一个政党 我们有很多其他的政党 除了功能党之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 复兴党 民族党 还有一些党也不懂什么党 懂之都是党就对了 都会出现的 你也不知道 呃 陈清木会 归属于哪个政党 但是 报章又说 他可能要 带起 带头 带领 这些在野党组织联盟 当然如果他组织联盟 我很肯定的 我大概也想到 工能党是不会参与的 但是我心里觉得 哎呦拜托啦 不要把他当成马哈爹好不好 那我曾经 曾经在 过去的影片有说过我们不要把 马来西亚西门 Berzay的那一套搬在新加坡 我搬 我说不要搬来这边是因为他们那边是很复杂的 第 第二 他们是流血流汗的 他们抗争的 他们走到 折头示威的 他们跟那些马来西亚的政暴警察是对冲的 然后他们还有人权组织非常严格的 他们可以施行到这种 机会游行 他们的机会游行 的法律是比我们宽松很多 我们起伏是不可以机会游行的 你不要用他们那种 比较 激进的方法 来 来觉得说我们新加坡也有 希望 能够有一个什么海啸 马来海啸 华人海啸 印度人海啸 都完全不入格的 不能够摸在一起的这样你不能够与这样 所以我就说不要 所以我心里想说如果 哇 陈青木要带领 在野党组织一个什么 希望联盟 好像马来西亚这样 我心里思念说哎呀算了 我大概啊我大概我心里想哎呀 我我 我选举的时候还是多讲工人党 多推崇工人党 希望他们拿多一点选票 更好 基本上我第一个想法是 如果陈青木真的有选举 希望工人党不要跟他 起冲突 那你知道 最近有一个好消息 也是正式公布了 陈青木要自己组党已经自己在 这个 社团注册局里面已经呈上了一个12人的一个 阵营的 团体要成立 一个政党 哇这个政党的名字也非常好听哦 新加坡 前进党 新加坡前进党 Progress Singapore Party 简称 PSP 我们说P A P P and Pay PSP是什么 我就不会了 英文厉害的人 想一想PSP是什么啦 所以 Party safe people 哈哈哈 还不错哦这个英文虽然有一点 没有没有不够gamer不够好 Party safe people PSP 是不是这样我临时想的真的是临时想的 在 看稿 这一次是有一点准备要看稿 因为对陈青木老实讲我也真的不是很清楚 我认识韩国瑜多过认识陈青木 陈青木是一个 让我看到他自己组织政党的时候他就让我真家真正的佩服他的 因为他组织一个政党 当然 他这个政党里面他有强调一点 我们听的是 不是很舒服啦 哎呀也不要这样 他说他有一些 前BAB的干部 那前BAB的干部如果是很久以前的那些干部 我坦白讲 我们这一辈的人 我们对早年的 李光耀的带领 虽然 对他镇压这些 对他有一些 有一些话啦 但是他的管理 他的法治 他的管理 虽然也有一切话啦 但是很多人还是始终对他 有一份尊重的 所以也归功于他的那些团队 啊我们大家都知道 王鼎昌总统啊 杜敬才博士啊 那个 还有吴清瑞 那我都念得出他名字 我平时念名字都很糟糕了 这些都让我们很尊重 他们这些所谓的 从前的这些 建国的 这些 部长跟 议员们 早年的 所以如果 陈清木的干部就是他那一代的 包括陈清木当时的也是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 优秀的国会议员 我还记得 如果他是这一群人 组织了这个政党的话 一群这样的干部啦 年纪大了 虽然是年纪大 当然我也很担心说这12个人里面全部都是 七十八十岁的话 哇你要吸引年纪的选拨是不容易的 总是要有一些 四五十岁的 五六十岁的 这12个人 那12个人是否会 在第1次的选举当中就把这12个人都派到 选区里面 打选战呢 我们也是 拭目以待 那陈清木现在 他 每个人认为说他会去西海岸继选区 因为 那个 西海岸继选区 继选区现在剩下一华人 这个比较重量级的 部长 在 但是我对一华人的印象还是蛮好的 因为他曾经策划 他策划 这些F1 其实基本上F1 哎呀我有时候要点他有时候也要称赞他 他的确能够提高新加坡在国际的知名度而且 非常有创意的在夜间的赛事 的确把新加坡的名声提升 而且在S1有年代的那些演唱会 我的女儿说请的那些 那些外国歌星都是 世界级的 其实是很好 我们的 市民能够听到 唯一不好是 很贵啊 F1很贵啊 你花很多钱 你花几百块只是可以走在马路上走听那个 Engine的声音 罢了 是很贵的 但是一华人在这方面还有其他的工业啦 商业的 方面是 他绝对不是省油的灯 我对这个国会议员我基本上我对他我几乎没有 我也很少听到有什么负面的消息 所以陈吉姆如果要组队去供这个军选区 当然 人民行动党当然是 一定会 因为 这个人曾经在总统选举 全国的总统选举他可以 12点半的时候还赢 陈庆岩 2%的选票 所以 他组队在西海岸 西海岸是很担心的 因为 剩下几个我也忘了 我刚才有看他们的名字我都忘了 都懂什么名字 现在国会议员很多了 多到你不懂什么名字了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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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国会议员 不好意思我自己 集选区的国会议员 我只认识安敏 因为他是 最高 最高 所谓 政务部长 次长什么长 你看我也不清楚 这个选区 真的懂安敏 每天看他们的照片 真的不懂他们是谁了 你明白吗 不要怪我了 我真的不懂我的国会议员 我知道我的选区的国会议员里面 安敏是做头的就对了 哦 就是这样 所以 陈庆岩要赢这个逸华的 不是很简单 虽然其他国会议员也是默默文 当 大家 大家也不要忘记 如果陈庆岩肯定是在 西海岸 去选区 选举的话 人民情统哪会派谁你也不知道 他从前在 拉 几届 在六七届在 拉 什么 拉拉加 拉拉加的那个选区 陈庆岩是 是代义士了 那好多年了 那边的选民结构 也可能换了 但是他可以肯定 在那个选区他还是 拿到 会拿到很高票 因为他的选民还在 如果还在 如果还在 因为能够活到81岁 对我来讲也是非常 79岁80岁 对我来讲是 fantastic的 我现在61岁我能够 我现在第1个A某能不能够活到65 第2个A某能不能够活到70 我能够活到79 我看我是很难的 像我这样的身体是很难的 所以他那个选区里面的人到底是不是很多 高龄的然后 当然可以支持陈庆岩但是他们的下一代是不是 会支持也是一回事 但是 那个选区已经拼入了 西亚安基选区所以 陈庆岩如果 他的考量的话是 西亚安基选区 但是也不一定 我建议陈庆岩应该去 因为我相信他有 那个资料 总统选举的时候 他在每个选区 得到的得票率 可以作为参考 哇那个很厉害喔 他一个人 选总统 他的得票率 谁有 陈庆木 我就说陈庆木不是陈庆岩 陈庆岩有啦 陈庆木有啦 陈庆木有整个 当时总统选举的时候他的选区的得票率 但是如果他选出那些选区得票率高的 陈庆木 他就要 供那个选区的话 而那几个选区如果 一个一个既选区 他当时在总统选举的时候得票率高 这也作为参考 是不是 有没有道理 反而不是他原先的选区 但是他出现在西海岸 而且他在 出现在西海岸的小贩中心的时候 他竟然是跟 李显阳在一起吃早餐 哎呦这个真的是 精彩了 而且西海岸不是两个人 带了一班人 其中有一个是老师曾经代表民主党的 我不提名字 然后有一个医生曾经要跟国防部 说他们 就是侵权他的设计 后来那个医生表示他没有 意识要做政治 可以做幕后啊 你也不知道啊 但是他说他没有 没有意识要再 成为代意识的候选人 但是那个老师曾经代表过民主党 他也没有说 不也没有说要 然后大家就很好奇了 说会不会 李显阳也进来选区 哇这个是天大的消息 是好消息和坏消息我不敢讲 哎 我刚才一开始就讲了 每个人都有被选的机会 每个人都可以参选 只要你是新加坡公民 只要你没有破产过 只要你超过21岁 当然只要你不要坐过牢啦 还有一个规定啦 你就可以参选啦 当然你要有钱啦 因为你要给安贵金 当然你除了给安贵金 你要住地方 你没有住地方 你就像当年张时中 先生他当年的选举 我们大家还记得吗 他坐那个Warswegan 然后一个大喇叭在那边 去到哪里 他年 就是年花钱请人 下车去宣传都没有 自己一个人叫做Warswegan 然后放那个大喇叭 Please walk me jam si dong 这样 就在Botton Barcai那边 他曾经选过一次输了 之后再一次 在Botton Barcai就赢了 一直到 三十中 也是一个 所谓在野党里面的一个 算是伟大的人物啦 然后后期当然 有一些话啦 那个不提啦 反正 做反对党候选人 或者做在野党候选人 我们都要尊重他们 基本上 很辛苦的 我觉得 我觉得不容易 所以 这个选战真的是 很好看 哎呀我本来要播一个东西给你们 就是 你们注意 你们在网上可以自己找 陈青木的宣传 短片已经出现了 讲潮州话的 但是 我本来要播给大家看了 我的手机不懂放在那边了 我不可以 我不要过去拿 不过你们 上网可以看他的 这个 短片 蛮有趣的 不懂是不是他自己阵营的人 在 做宣传的还是 有心能跟他做的 而且 很有意思啦 潮州话的 当青木 当底盖 那我说不好意思 我本准备好要播给你们看 就是没有办法 那 陈青木 说在西亚汉跟李显阳一起吃早餐 引起大家的关注 媒体也关注 当然大家焦点也放在李显阳本身是不是要参选 那有一些人就说哎呀拜托啦不要另外一个姓李的后代啦 也 我觉得讲那个话的人啊 那个媒体啊那个所谓的网络媒体 啊 啊 一只小动物这样啊那个那个那个红色的那个媒体 哎呀 原不由衷的啦 他真的出现 其实就是替 在野党打分的 加分 如果李显阳从政的话 加分打分 你支持吗 我支持吗 我不懂你们支持吗 我我会 我 我我会为一些伦理道德而支持 啊我会为一些 看得很不爽啊 我要支持他 然后有人 吴作东的书 哎是吴作东的书吗我不懂啊这个这个这个不要怪我啊 是不是吴作东我也不懂啊有一个政治领袖说 啊他他出来选举他不会比 李显龙 来的优秀 没选过你怎么懂 韩国瑜选 不得不讲韩国瑜了 韩国瑜选 台湾 的高雄市长 之前选党主席 六个里面 的得票率他排第3 后来才去北龙 啊没有从 北龙出来的时候去当党主席 选了 排第3选不到党主席 国民党的党主席 结果几个月后 参选这个 高雄市长 半年之后 哇整个翻转 而且他的外衣效应 影响到台北台中台南很多 县市的 市议员 包括 六都首长的台中的 卢秀莉燕 那个侯友宜 都有得到他的好处啊 当然他们也互相 互相 互相得利啊这个也是要坦白讲 就是这样嘛 你哪里懂 默默无人没有人管的说自己一个人 他曾经一个人跑到市议会里面看那个 陈局市长 执询 背询的时候 他一个人在那边做笔记 没有人管他 没有人理他 只是一个记者刚好拍 拍摄到啊 顺便拍他说 这个 这个这个好像是 国民党的主委将来要 可能会代表 国民党参选 党主委 后来就正式的 批袍 然后 现在你看 每一天都是他的新闻 红的不得了 所以 他没做你怎么知道 搞不好李显阳很红 去到哪里他突然之间 他就觉得OK啊 干嘛不可以姓李的吗 谁谁讲的 可以啊 四个姓陈的都可以选总统 所以那个那个那个 哎呀 那些 网络媒体 讲了一些反话啦 心里 总之我是觉得他参选是加分 他不参选的话 也没有什么啦 如果他跟曾经组成 站队的话 哇 也蛮厉害的勒 我觉得 有看头勒 很刺激 这样的新加坡选举才有意思勒 不能很闷的勒你知道吗 现在 你觉得一直这样 不过现在我唯一担心的 就是陈庆木先生他的年纪真的是 我觉得是 哎呀我还是回到那句 因为可能我自己的 我自己觉得我不能活到这么老 看人家 可以活到七十九岁八十岁 哪里知道你真正的要选举好像不是 今年不选 也OK啦 那明年吗 2020年 不懂年底才算是戒指日期吗 所以到时他已经81岁了 所以我们还是祝福陈庆木先生 如果他 主政党 最少告诉所有的人 他是来真的 他不是say only just do it 他要做这件事情 而且我非常欣赏自己组党 组自己的党 其他的党啊很多风风雨雨 太多风风雨雨 你到里面你也 你自己组党他一定拿自己的gank嘛 组党就是拿gank嘛 拿gank就是他彼此信任嘛 那你说会不会有一些 所谓的前BAB里面的 但不成为他的现在这个12个人里面 会不会有 无间道 当然可能有啦 耶稣有12个门徒都有一个背叛他嘛 我不可以这样讲 不一定有啊 我这样讲好像 有点对 就是说 cancel cancel那句话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 他有12个人你说有没有可能有背叛他 有的话也没办法啊 这样讲比较好有的话也没办法 耶稣12个人里面也是有一个 犹大背叛他嘛对吗 也是跟他很好啊好得不得了啊从头到尾都没有 觉得怎样 做事很好要管钱的而且犹大是管钱的 犹大管钱的耶稣也相当 欣赏他只是后来耶稣发现他会出卖他嘛 所以 所以很难讲的啦这个 但是总 怎么说他 现在能够带到12个人组织一个政党是 因为我觉得不简单呢一来就有12个人 去注册成为 一个党的 基本组织是蛮好的 我觉得新加坡政党有一些人好像是 一男人秀 二男人秀 三男人秀 还比他好 最后他是那个 所谓的 其中一个反对党的 主席啊是什么还是秘书长 反正那个希克 希克祖是他的 但是我觉得他的表现比他好 最少 你做国会议员你要有国会议员的样子嘛对吗 当然我不是 我不是 启示啦 好像我们这种就不可以啦 骨子不伶俐 讲话不清楚 英文又不好 做国会议员 讲华语 谁要听华语现在 哎呀也不是这样讲啦 你在一个季选区里面 还是要有讲华语的 他是华笑声背景 所以这也是我建议陈庆元的 第2个选项 第2个建议 他的这个季选区一定要有 一个 候选人是能够用华语 演讲 而且要讲得很好 有背景的基层背景 认识跟基层能够借地气的 不然你就让人家觉得说 阿摩ABC的 甘当的 就很难的 选举不是 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选举是每个选民包括阿七阿伯包括 牌语 什么语都好 所有的人都可以你的眼中的牌语他也是有一张票 你眼中的阿七阿伯我不是得罪这些人我不是看不起这些人我曾经跟这些人生活在一起 他们也是有一张票的 卖菜的 阿姨也有一张票 去拿菜兰的阿姨也有一张票的每个人都有一张票的对不对每个人都有的 所以你的票是要得到全部人的票 你假如只是一个好像很 很知识分子这样 基层不会选你的 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第2个建议他的团队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家 所以第1个 建议说他 要去哪一个选区其实是可以 背走那个 总统大选时看那些 选民的反应 或许他可以重新 不一定要去 西海岸 因为我觉得 义华人本身是一个非常 不是省约的政党 到时他们还会派一两个部长 一定把那个选区弄得很 坚强 对不对 那如果说 李显阳选 会不会他们跑去红帽桥 哈哈哈 这个很紧张 这个很紧张 当年 当年 工人党派一个年轻的 军 那个 候选 候选队 对不对 去红帽桥 哇 公道还不错了还拿到三十多巴仙的票 像我记得 哇 三十多巴仙的票在总理 的选区那时候 哇我觉得 有人眼睛睛的 居然 不是很开心啊 打不到八十多巴仙 拿到七十多巴仙 还是六十多巴仙 我不懂了忘了 不是 就是说 Byright应该赢八十多巴仙的吗 年轻 年轻的勒那些 我年轻人 那时候 工人党真的是 这一招真的很厉害 去红帽桥季选区 但是呢 现在又有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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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有一点 excited的地方是 这两天的 19号还是20号 陈青梧 出现在中邦 中邦 就是义顺季选区 哦这个这个选区我当然熟啦 我曾经在那边帮忙过 在野党的 在野党就是工人党 派 后选人在 这个 亦顺的季选区 那亦顺的季选区 很清楚的 工人党在所有选区 的表现当中 亦顺选区的这一群人是非常用心的 非常用功的 在上一个2015年的选战打得非常好 他们打得非常好 但是对手 也太强 而且那时候的趋势 你们发现 所以虽然 我不可以 我不批评工人党在 亦顺季选区的表现 但是他们 我跟他们一起 去 我知道他们是很努力的打 很认真的去打 过后选举过了他们 每个星期还是有去 做 家访 做 这些 卖党报 一直很积极的在亦顺选区 但是我那时候 我发觉 亦顺选区的那个 李梅花 他的选票是 他的选票很多 对手那时候叫做 工人党的 现在也好像不在工人党 他说点票 是很低 当然其他也 每个选区都输了 而且那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山木根 山木根 陈基木就出现在 季选区 山木根就 找他跟他拍照 这么准吗这么签吗 哎呀不知道了 是不是陈基木有意思要去 一顺季选区呢 是不是陈基木本身已经 得到了那个 资料说 当年总统选举的时候 其实 整个 一顺季选区的人给他的投票是 给他的选票是很高的呢 是不是因为 一顺季选区的 山木根的团队里面 下一届大选 来临的大选 可能李美华 这个国会议员 得票非常高的这个国会议员可能会退休呢 是不是 山木根 啊 使到我们 没有 要讲话要很小心 是不是山木根很让 在野的这些候选人觉得是很有挑战的一个对手呢 啊 这样讲话就没错 他厉害嘛 所以是 很有挑战性的一个对手 龙茂桥就是总理 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对手 如果他弟弟选要跟哥哥聘的话 没有人可以阻止的 选举是每个人都 要去哪一个选区都可以的 在新加坡 你在哪一个选区选举都可以的 不需要搬到那边住的 在台湾不可以 你必须过那个户籍 新加坡哪里这么容易搬 去租房子很贵的 所以你就懂 新加坡在这方面还好 所以会不会 会不会这些道理呢 因为山木根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让反对党 在野党很喜欢挑战的一个对手 因为他强嘛 因为他很厉害嘛 我这样讲没有错 他厉害啊 为什么不厉害 大家明白就好 心知肚明 所以这一次选战啊 我给陈庆木的 建议就是 刚才那两点 再重申 不一定要在 西海岸 可能在总统大选的时候那些参考 第2个就是 陈庆木 他的 团队里面一定要有一个 讲华语 很流利很标准 而且是华校生 最好是有在那个国会议员 的候选人 因为选业是全民全民的 整个 每个选区的 选民结果是多样化的 各个年龄层 各个 语言背景 这就是很重要 然后第3 哇发现他在 这个不是这个是第3次 就是说 好消息就是发现他在异顺出现 当然他在异顺出现表示说 如果 功能党要不要退出呢 异顺呢 哇 听起来也是 很难啊 因为大家 功能党也跟赢得很辛苦 这个我真的我不敢 这个不是我 I'm nobody 是小兵罢了 我这个是很疼痛的 但是 强调一点 这个是真的 功能党 上一届大选 2015年大选里面 表现比较不突出的 就是比较弱势的地方 就是欲顺激选区 那可以不可以放 而让 当然不要三脚仗 三脚仗对 怎么讲就是对在野党不利 所以 哎呀这个他们好好协商啊 大家真的是要 哎呀真的 我 我觉得对了 我们国会 一定有三分之一 在野 政党 才能够监督 这个政府 监督政府不是一件坏的事 绝对是好的事 我希望我们的选民真的能够好好的想这件事情 不是要换政府 还不是时候 或许 也或许是时候 why not 我只可以这样讲 现在真的 全世界世界上的政治局势哪里懂 你看哪里懂 可能就是这样 好啦我差不多 哇也不错 讲到36分 我是希望讲到40分钟 我就停一下 哎很辛苦的来我现在这样讲 除了一些资料之外就是这样 讲到哪里讲到哪里 但是今天很集中啊 讲陈其木 给了一些意见 然后发现他出现 最新消息出现在 益顺跟山木根合照 啊心里是蛮开心的 哦 但是也不够开心了 因为如果我曾经帮忙过共能党 也 哎呀总之 不要紧的啦 只要能够 能够 啊 就是 就是好事啦 就是真的需要更多的人 然后啊 朋友跟我说 小心啊政府抓你啊 喝咖啡啊什么 哎呀我没有讲我讲什么不好啊 我没有讲 我讲一个政治 你选民不可以讲政治 那我们又什么 我们又不 那我们不要投票好了 我们不参与政治啊 不贪政治啊 担心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我到现在还活在这边 我又没有讲错什么话 没有诽谤的那个人 我真的也是要拜托 我们的选民好不好 有一点 有一点gut了好不好 不要整天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啦 不要担心的 没事的 你不要去 乱乱讲话 你会 你所谓乱乱讲话什么 只因为我直播吗 我小编不可以直播吗 可以的 担心 有的话喝咖啡不是解析咯 你要 你要道理吗 讲道理吗 不过也是很难讲的 他话说没什么讲道理的 现在 这句话也不可以乱讲的 哇真的有点疯了 我什么说 我真的不明白法律的 我不是lawyer 真的现在lawyer 哇 不会我真的不会 我不懂我不懂 我不懂我看到人家的 儿子变然后 塑到这样 有点 不懂啊 我没有信在乐后 我也没有 所谓也没有什么同情不同情 就算好像不关我的事 但是 怪怪的法律的东西 哎呦真的 哎呦 信在不得法律 哎呀不会啊 不会啊 不会真的不会 我没有讲什么啊 我不会 不要call我 不会 我讲我心里讲的话 我只是一个 60多岁的老头子 不要这样嘛 讲一点话 我的朋友们很多很关心我 说哇你好像 我没有什么 一个小兵 哇今天 蛮多了 现在开始 比起初的直播 现在的人进来很多一点 哇 感恩啊 不懂 里面有没有要 你们都是好人啊 我版本大好人 但我故意讲一种话 你们不懂 有没有 哎呀听不到我的声音啊 哦 这样就惨了 哦 啊啦 我也不谈了 只能听不到我的声音就没办法了 拜拜 基本上没有不会这样的严重吧